处世之道,任何时候都利他 我们跟任何人交往,都要做到能够甘心乐意,损失自己的利益,去帮助别人 这样才能使自他得意 我们不要认为,反正这个人跟我没有交情,也没有关系 损他两下,没事,不一定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跟他有关系了 我们这个时候帮他一下,让他一下 一旦我们倒霉的时候,说不定他说一句话,就救了我们的命 否则到了关键的时候,他落井下石就完了 平常跟人家没交情 到了关键时刻,人家就不帮你 所以,我们在任何时候,面对任何人,都要去做利他的事 因何时候,人家也不可以跟古代理